男人潇洒地将雪茄抛出窗外 不知哪个好心人又帮他丢了上来 男人还没反应过来 而下一秒 踩着滑翔机的绿魔破窗而入 他掐住男人的脖子 逼他说出提供蜘蛛侠照片的那个人 虽然这个男人平时最大的爱好 就是压榨彼得的薪水 但在关键时刻 他却对彼得的消息只字不提 就在男人即将隐恨西北的时候 蜘蛛侠的出现救了男人一命 但同时蜘蛛侠也中了绿魔的圈套 昏迷后的蜘蛛侠从高空坠落 被绿魔当场抓走 绿魔看中了蜘蛛侠的超能力 他当即邀请蜘蛛侠和他一起合作 但蜘蛛侠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绿魔的邀请 因为一个是人们心中的神 一个是人们心中的魔 二人本就水火不容 何谈共创大业 恼羞成怒的绿魔当即撂下狠话 他让小蜘蛛以后少管闲事 不然的话就灭他全家 然而不幸的事情还是出现了 由于报社老板玉席那天 恰巧看到了蜘蛛侠与绿魔一同出现 于是第二天的头版头条 就是蜘蛛侠与绿魔狼狈为奸 蜘蛛侠成了全国通缉犯 所有人都视他为头号害虫 而蜘蛛侠却用实际行动打了全部人的脸 在一次高空救援行动中 蜘蛛侠不顾个人危险冲入熊熊燃烧的烈火 在一次又一次的爆炸声中 将一个婴儿给救了出来 还没来得及感谢 警察立马赶上前来要当场逮捕蜘蛛侠 就在这时 尸火的大楼之中再次传来你们的尖叫 而蜘蛛侠不知道的是 从头到尾都是绿魔的奸计 突然回头的绿魔顿时下了头一击 他一拳将蜘蛛侠打飞数百米远 绿魔再次向彼得发出邀请 要么合作成朋友 要么对立成敌人 很明显 他知道蜘蛛侠一定会选择后者 绿魔一个飞镖手雷丢了过来 蜘蛛侠全部轻松 但他不知道的是 飞镖居然有回旋功能 再加上绿魔的正面攻击 蜘蛛侠不小心被飞镖划伤手 他抓住绿魔痛扁一顿 随着爆炸的热浪迅速逃走 然而彼得万万没想到 绿魔竟然在五分钟后 敲响了他们家的门 原来这个男人 就是彼得最好朋友的父亲 how strange there's nobody here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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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